我们今天要来跟各位分享的一个新主题是资料的合并 工作表的合并 举例来说我们这边有101年的工作表内容 102年103104105年的工作表内容 当我们今天要去做一个资料分析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些资料都全部都合并在一起 从上面往下排列 例如说100年的资料排在一起 然后接下来呢 把101年的资料 这些全部的资料放在100年的最下面 然后接下来呢 101年资料放完再放102年一直类推 那我们会用什么方法 我们一定是先用 例如说我就先把这个民国100年的所有的这些资料呢 全选 全选 全选现在很容易哦 Ctrl加A就全选了 他只有选到有内容的部分 他不会选外面这些没有内容的部分 Ctrl加A 然后接下来呢 复制嘛 我们就做常用底下的复制 复制完毕之后去做什么 贴上 好我们就直接在这边 就直接做了一个贴上 贴进去哦 贴进去我们是不是要回到什么 最下面 例如说回到最下面去再多一格 再接下来到101年哦 然后是不是要全选 Ctrl加A 然后呢 常用底下的复制 然后接下来到100年 Total这边 然后贴上 然后接下来 你是不是要再做那个 例如说到最下面 B&D往下 然后再往下一个 然后102年 一样做全选复制 然后贴过来 103年 都是 可是这样子 你会不会觉得 有没有可能会贴错掉啊 或者是说漏贴了哪一年 所以呢 这样子的一个整合方法 本来你会做的方法 我建议你应该改成自动化 什么叫自动化 我按一个按钮 我就做完 现在我们要先教你这件事 这叫合并工作表 合并工作表 那我们就先来看看 如何去做自动合并工作表 就是我按一个按钮 我整个100年 101年 102年 这些合并工作表 全部都合并 这些合并工作都合并